衣服衣服以原住民族為主題的畫作 可以看到有四艘藍羽達悟族的平板舟 在夕陽的照射下呈現寧靜感覺 還有另外一幅盧凱族女性的畫像 溫和的眼神 以及脖子上戴的琉璃珠項鍊 都細膩呈現 這些畫作都是出自於一位已故的 藝術家岩水龍的作品 這次在北美館展出 也特別以岩水龍在1975年所畫的 藍羽影像作為這一次展覽的主視覺 畫原住民的船跟太陽 還有它要表達一個設計感 一個是相當提煉過的抽象的設計感 那加上這個三角形的一個浪波 你也可以說它也很像 它在我們在都會形象主題 要表現的它後來常常做的一個馬賽克壁畫 岩水龍在1935年抵達藍羽之後 就對原住民族的文化藝術相當有興趣 1982年曾經到屏東盧凱族的部落 這一幅畫中 陸凱族少女衣服上的人形圖紋與金屬片 還有琉璃珠都栩栩如生 他在80年代開始做的一系列的原住民的畫像 畫風就會比較走向比較精緻 比較細膩 那有一個是心境上的轉折 是他覺得原住民的文化日漸消失中 他一定要把握機會仔細地描繪它們 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其實原住民的藝術是很珍貴 而且是藝術性非常高的 顏水龍藝術家不僅創作出許多的藝術油畫與素描板畫 也將畫作彩繪在瓷器或燈飾上 而這一次顏水龍的特長將從即日起展覽 至明年101年的2月26日 記得咱們是曼賽台北市採訪報導